MING PAO TORON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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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就好像跟上個星期所說 投資的思維都是買一些比較老闆少些 還有一些工業類的東西會好些 你見暫時現在的原材料價格 都是繼續想按住 還有監管上面就應該會少些 會蔓延到工業股上 製造業可以說是內地經濟 都是其中一個中流底柱 所以你說監管會不會收得很緊 捏著他們 我覺得就未必會 反而我覺得這一堆的明確性 反而會高一點 上次就跟大家介紹了一隻669 創貨 這隻我自己都持有的 那今個星期我覺得都可以試一試 另一隻工業股都是藍籌的 那就是2313 就是新洲國際 因為我覺得如果你說真是叫 看回這些 你真是買回體育用品的品牌去自己的話 那個估值都真是比較貴一些 那你見回其實都 之前我們見到奧運開羅那一天 即開幕那一天 其實反而就花了下來 那你避了這個單一品牌的風險的時候 你反而就 我覺得你可以摸一點 在他們自己上游一點的位置 就是做回生產的部分 那其實你看回安達和美齡 他們的訂單都是交給新洲去做 那如果你說真是叫再數前一點 那之前有個新疆棉的事件 就令到一些外資的品牌 例如說Nike Adidas 那些他們好像在中國的銷售會放緩 那但之前其實瑞信都出了份報告 見到好像有一點點的 即是又做回好一點的他們的銷售 那如果是這樣的話我覺得就 即是反而Nike Adidas 這些就是新洲的主要客戶 那如果你說 你博外資品牌 可以收回銷售的 其實新洲又可以受惠得到 那如果你說買我們自己 內地的國賊 全民運動那樣東西 也都是推廣到我們自己 一些國資的品牌 國產的品牌的時候 那其實新洲也可以受惠 那所以我覺得就 反而是開邊邊 它都能夠贏得到 在那邊 再加上 再加上 我們 再加上 跟在那邊 還有 等於 那 相對